目前救出两名小孩 国三的现场看到是在嘉义民雄乡金浦村的这一处三合月 而当下三合月里面几乎是全面燃烧 而在里面是救出了一名两岁男童还有四岁女童 目前救出两名小孩 消防人员检视这两名孩子当下发现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目前送医急救当中 而目前掌握的是四岁女童 伤势过重不幸身亡 根据了解这个三合月是住着一对夫妻 夫妻俩抚养五个孩子 一家七口住在那边是属于低收入户 至于有三个小孩是上国小早上是去上学了 可是另外年纪较小的两岁还有四岁的孩子独自在家 而且当下火灾发生的时候 门是锁着 让这个孩子没有办法逃出来 至于爸爸妈妈不在家 是出去工作还是去了哪里 都还要再进一步厘清 只是这起火警大人不在家 酿成两个小孩没办法及时逃出来 再加上在火灾发生的时候 隔壁邻居有另外一名78岁的男子 因为逃生不及有摔倒 肢体有差错伤意识清楚 而整个的火警真正原因都要再了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